这是一个近百岁的年迈老父亲 四处寻找女儿 却不慎沉迷上了打牌的故事 那个曾经号称布拉维坎的屠夫的他 如今却在打怪物和打妆之间 选择了打牌 这位普普通通的老父亲 正是白狼杰洛特 好在寻找女儿的路上 他并不孤单 许多朋友和女术史 也都在不遗余力地为他提供帮助 那么今天 狂魔就以身犯险原理赌博 来为大家讲述这款 人生必玩的单机游戏神作之一 巫师三狂烈 本作的故事背景 被设定在一个异世界大陆 因为一场名为天球交汇的事件 让游戏中的事件 与其他事件发生了碰撞 导致魔法这种极端力量出现 与魔法一同来到这片大陆的 还有巨魔石石鬼狼人这样的怪物 当然有猎物 自然就有以此为生的猎魔人 在基因突变的帮助下 他们的身体机能超越了常人 还拥有数百年甚至更长的寿命 不过这并不是没有代价 成为猎魔人 也就意味着丧失生育能力 即亲信的杰洛特 仅仅90岁出头 他就已经成为最强烈魔人 并有了自己的爱人 女术使叶奈法 或许是上天觉得 杰洛特和叶奈法 无法拥有爱情的结晶 于是便给了他一次喜当天的机会 因为一份委托 杰洛特不但意外解救了 尼弗加德帝国的王位继承人 恩希尔 还促成了他与辛特拉王国的公主成婚 至于报酬 杰洛特也不想狮子大开口 于是他大手一挥 要求恩希尔用意外率作为回报 意外率顾名思义 就是我只要救过你 那么我就可以按照意外率 索要你回家时见到的第一件东西 或者是你不知道 但你已经拥有的东西 这种报酬通常都是被救者 意外怀孕的孩子 很难想象 要是想上厕所怎么办 我给你拉了坨大的 当然杰洛特的运气可没有这么差 公主腹中意料之外的孩子希里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 成为了杰洛特的养女 也正是因为意外率 让杰洛特与希里命运的枷锁 紧紧的羁绊在了一起 起初杰洛特并不想起当爹 可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 他还是在十年后 将希里带到了 猎魔人的要塞凯尔莫汉接受训练 并将之抚养长大 面对可爱的女儿 杰洛特与爱人叶奈法 都将希里视作了 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而另一个女术士特里斯 也同样成为了 希里无话不谈的大姐 只不过这个知心大姐 老喜欢找杰洛特打妆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在一场针对非人类种族的屠杀当中 杰洛特为了保护朋友 不幸死于猎魔人的克星 神器草叉 幸运的是 一个名为独角兽的智慧种族 通过希里体内蕴含的力量 让杰洛特死而复生 希里可不仅仅只是 王子与公主的结晶 他实际上是上古之邪的继承者 掌握着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法则 但也正是因为这股力量 为他的将来埋下了祸根 当杰洛特再次醒来 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记忆 经过漫长的历险和打桩 杰洛特终于彻底恢复记忆 他也再次收到了爱人耶奈法的来信 为了找寻失散已久的女儿希里 杰洛特带上被猎魔人 视作父亲一般的导师维瑟米尔 一路追寻耶奈法留下的足迹 向着南方进发 由于希里的亲生父亲 也就是如今南方的尼弗加德帝国 现任国王恩希尔 不仅向北方诸国发动战争 还攻占了包括泰摩利亚在内 数个历史悠久的北方国家 而北方的瑞达尼亚国王拉多维德 非但没有与盟国同仇敌开 还趁机吞并盟国的领土 将北方统合成了属于自己的极端之国 就这样由恩希尔统领的尼弗加德帝国 与拉多维德组成的极端之国 在庞塔尔河形成了暂时对峙的局面 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 最强猎魔人杰洛特 踏上了这段波澜壮阔的旅程 在乡间的路上 杰洛特进入了梦乡 梦里他回到了猎魔人要塞凯尔摩汉 并且刚与自己的爱人叶奈法 打完一桩 凯尔摩汉依旧还是那么美 一切都像是老样子 老猎魔人维瑟米尔睡着了 不想背书的希里 则悄悄地跑去练剑 然而就在杰洛特 享受这种惬意生活的时候 一群开着骷髅马的骑士 伴随着四股的寒霜 降临在了凯尔摩汉 这些名为狂烈的一世界精灵 一直都渴望着希里体内的上骨之血 随着狂烈之王一刀砍向希里 杰洛特也从噩梦之中惊醒 他与老猎魔人维瑟米尔 聊起了自己的梦境 还顺带解释了一下 叶奈法一直戴在身上的 独角兽玩偶的作用 维瑟米尔不由感叹 还是年轻人会玩 由于战争席卷大地 活下来的人不仅需要躲避战争 还得时刻为埋伏在野外的怪物 担惊受怕 他们一路来到了新手村 百果园的旅馆 旅馆老板娘在客人的要求下 取下了曾经属于泰摩利亚的文章 杰洛特本想打听一下叶奈法的消息 一位学者却看杰洛特没见过世面 于是便传授了他万恶之源昆特牌 多少杰洛特都因为这玩意儿 无心在找女儿 反而去满世界找人打牌 最终导致妻离子散 毕竟咱们玩的不是昆特三狂赌 见旅馆问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杰洛特便前去拜访了 尼弗加德帝国在这里的驻军指挥官 指挥官表示 只要杰洛特帮他除掉袭击士兵的士旧 他就告知叶奈法的下落 无奈之下杰洛特只能接下这个委托 经过杰洛特一番调查才发现 原来是尼弗加德士兵 烧了这头士旧的树林 还杀了他的伴侣和孩子 这才引得士旧攻击士兵 尽管知道这头士旧可怜 但为了找到叶奈法 杰洛特只能与维瑟米尔设下诱饵 将士旧引来后给了他一个痛快 指挥官也信守承诺 说出了叶奈法 已经前往维基玛皇家城堡 那里曾是泰摩利亚国王的故居 如今已被尼弗加德帝国占领 当杰洛特回到旅店 准备和维瑟米尔动身的时候 一群悼念泰摩利亚王国的极端分子 因为老板娘取下了象征泰摩利亚的文章 于是便对老板娘展开了极端误打 杰洛特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可在把这些极端分子劝躺下以后 老板娘却不念救命之恩 反倒开始感人 对此杰洛特早就习以为常 猎魔人的生活就是这样 好心总会引来别人的恐惧和厌恶 此时旅店外 尼弗加德的黑衣士兵早已恭候多时 伴随着一阵丁香与醋力的香味 一身郁姐打扮 身姿曼妙的女人走了出来 他正是杰洛特苦苦寻找的爱人叶奈法 叶奈法做事向来都是雷厉风行 他立即表示 尼弗加德国王恩西尔要召见杰洛特 于是杰洛特跟随叶奈法 前往维基玛皇家城堡 维瑟米尔则返回猎魔人要塞凯尔摩汉 在前往维基玛的路上 杰洛特本来正和叶奈法打清骂俏 但一群身着重甲的狂烈骑士 却对他们展开了追杀 在消耗了所有的护卫以后 二人才勉强逃到了维基玛 经过了短暂且舒适的一天 杰洛特终于见到了这位 想要一同北方的尼弗加德帝王恩西尔 恩西尔召见杰洛特的原因 竟然是他们的女儿西里 又再次回到了这个世界 因为狂烈一直都想得到 西里体内的上股之血 为了躲避狂烈的追捕 西里只能不停的 在不同的维度之间穿梭 而如今西里又再次出现 这也就解释了 狂烈为什么会追杀杰洛特 毕竟西里是恩西尔的亲生女儿 恩西尔便打算花重金委托杰洛特 将女儿带回来继承家业 对于杰洛特来说 他早就把西里这个养女 当做了自己最亲的人 就算没有委托 他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女儿 况且所谓的继承王位 也只不过是 让西里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吧了 接受恩西尔的委托以后 杰洛特迫不及待的 前去找到了叶奈法 尽管二人彼此都想来上一桩 但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根据密探打探的情报得知 西里曾在两个地方出现过 分别是被战火肆虐过的威伦 和全世界最富有的 自由之城诺维格瑞 杰洛特要做的 就是调查这两个地方 而叶奈法则前往 冲支着海盗的史凯利格群岛 那里曾发生了一场魔法爆炸 很有可能与西里有关 在与叶奈法依依不舍的吻别后 杰洛特先是前往了威伦 这里早已因为战火的肆虐 成为了一片充斥着死亡 与衰败的布毛之地 杰洛特本打算在一树小村庄 与密探街头 可当他赶到时 密探已经过了奈何桥了 好在通过密探留下的账本 杰洛特发现西里曾去过 一个自封为血腥男爵的军阀家中 还与某个女巫发生过争执 那本是一名生性奢靡的皇家顾问 然而造化弄人 拉多维德将北方整合成极端之国以后 便开始和女巫猎人合作 展开了对法师的大清洗 就连尼夫加德也不待见他们 凯拉这才被迫来到了 威伦这样的穷乡僻扰 在凯拉的帮助下 杰洛特发现一名神秘的精灵法师 似乎与西里有过联系 当他们来到精灵法师落脚的遗迹后 精灵法师却早已离开 只留下了一段全息影像 他让西里提防驼被尼找的临终夫人 既然得到重要的消息 杰洛特也准备立即动身 但凯拉却想让杰洛特 帮忙解除费克岛上的诅咒 事成之后 他会回报杰洛特的恩情 这不是打不打庄的问题 杰洛特本就爱好助人为乐 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 驾驶小船来到了费克岛 然而诅咒的背后 往往都诠释了一段 命运的残酷和人性的贪婪 杰洛特在岛上的塔楼内 发现了一个怨念极深的女鬼 他名叫安娜贝 生前本是当地领主的女儿 但由于战乱引起的饥荒 导致灾民来到岛上讨饭吃 可人性总是黑暗的 这些灾民冲进高塔以后 便开始了烧杀强掠 安娜贝的家人也被残忍杀害 就连他本人也险些遭到灾民袭击 为了坚守自己最后的底线 安娜贝喝下了 能够陷入假死状态的魔法药水 但这仅仅只是噩梦的开始 当他醒来以后 发现自己不仅无法移动 周围还有一大群饥饿的老鼠 安娜贝最后只能眼睁睁 看着老鼠吃了自己 如此惨烈的遭遇 导致他死后为高塔施加了诅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渔夫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一文 解除了岛上的诅咒 这段爱情故事也并没有圆满的结局 对于杰洛特来说 这只不过是猎魔人的日常 当务之急还是得赶紧回去领赏 凯拉为了报答杰洛特 在森林中准备了一套烛光晚餐 清晨 杰洛特醒来 凯拉已经不见了踪影 费克岛上的塔楼却再次亮起火光 隐隐感觉事情不对的杰洛特 再次返回了费克岛 正好撞见了打算离开这里的凯拉 原来凯拉解除诅咒 是为了拿取塔楼上的瘟疫研究笔记 想要尝试研制出解药 献给北方的极端国王拉多维德 以此在拉多维德清交女术士的活动下 得到赦免 杰洛特也不是拔装无情之人 于是他劝说凯拉 阻止瘟疫蔓延 对拉多维德一点帮助都没有 凯拉只要赶去 拉多维德就敢把笔记和凯拉一起烧掉 他现在唯一的活路 就是前往猎魔人药塞凯尔莫汉寻求庇护 就这样凯拉带着笔记 前往了凯尔莫汉 而杰洛特还得继续寻找女儿西里 根据之前留下的线索 杰洛特来到了血腥男爵的地盘乌鸦窝 事情也终于开始有了一些眉目 男爵果然邀请过西里做客 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想要得知西里在之后去了哪里 就得帮男爵寻找他下落不明的老婆和女儿 之后经过杰洛特一番调查 才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男爵妻子最近意外流产过 并且男爵本人终日酗酒 还经常在喝醉以后对妻子进行家暴 也就是说妻子并不是失踪 而是带着女儿离开了这个家 见男爵有所隐瞒 杰洛特立即回到乌鸦窝质问男爵 在杰洛特的尊尊教诲下 男爵终于交代了事情 他其实一直都深爱着自己的妻女 可因为打仗常年在外 结果妻子却和青梅竹马搞在一起好几年 发现端倪的男爵选择毫不流行的棒打鸳鸯 妻子见真爱死在了自己面前 大家有本难念的经 杰洛特只能劝兄弟想开点 来把昆特牌怎么样 为了尽快帮助男爵找回青梅 杰洛特和男爵一起 前去找到了妻子流产的胎儿 男爵为这个还未出生变妖折的女儿 取名为蒂亚 杰洛特则将蒂亚变成家世妖精 经过这件事 男爵下定决心从此不再酗酒 随后家世妖精 指引杰洛特发现了青梅的下落 原来他们离家出走以后 男爵妻子便被一头怪兽掳走 认为母亲遇害的女儿 则前往牛宝成为了一名女巫猎人 打从济世起 女儿便总是目睹酗酒的父亲家暴母亲 所以她说什么也不愿再回到男爵身边 见男爵的妻子暂时下落不明 杰洛特便将寻找犀利的希望 寄托在了林中夫人的身上 她一路深入沼泽 在驼被泥沼深处 发现了一群单纯的孤儿 还有一位非常排斥外人的老太婆 而这个老太婆似乎有办法找到林中夫人 见老太婆攻略不下 杰洛特只能去附近 找到了一位小弟林乔妮 在帮助乔妮找回自己的声音后 乔妮便带着杰洛特 前去给老太婆求情 老太婆这才敏为其难 将杰洛特带进了屋内 在屋内的祭坛之上 三位林中夫人的爵士容颜 每道就像披过的一样难辨真假 见到这一幕 杰洛特心中那是小鹿乱装 这不得打一桩再走 而林中夫人也通过老太婆的身体 与杰洛特沟通 虽然声音有点难听 但应该不影响大庄 没想到还是双喜临门 林中夫人果然知道系里的下落 但需要杰洛特前往夏瓦伦 清除一股黑暗势力 文听此言杰洛特立即表示 我与黑暗势力不共戴天 可事情却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原来这个三姐妹口中的黑暗势力 竟然是一位德鲁伊 只因他曾试图反抗三姐妹 结果不但肉体被掩灭 灵魂还被下了诅咒 永远地被封印在了树根之中 而沼泽里的那群孩子们 此时也即将密丧三姐妹之手 见三姐妹如此恶毒 想必一定也长得不太好看 所以杰洛特干脆释放了德鲁伊 帮助德鲁伊夺扯了一匹黑马 时期重获新生 而德鲁伊也信守承诺 将沼泽里的孤儿们解救了出来 当杰洛特再次回到沼泽 林中夫人三姐妹也终于现出了真身 看来确实和之前的P图有些差距 由于孤儿们被带走 三姐妹迁入到了老太婆身上 但正是老太婆手上的印记 让杰洛特发现 原来她就是男爵失散的妻子安娜 心中另有他人的安娜 不愿再为男爵生下孩子 所以她去找到了林中夫人 于是三姐妹便吸收了安娜大部分的精力 如安娜所愿 她流产了 但自己也变成这副垂垂老矣的模样 而代价就是用自己的余生来服侍三姐妹 虽然杰洛特放跑了德鲁伊 但也算得上完成了任务 于是三姐妹便说出了西里的下落 当初西里来到驼背泥沼 早已是疲惫不堪 他们也渴望得到西里的上古之血 于是便准备架锅熬汤 打算把西里给吃掉 好在还过神来的西里 迅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并向着男爵的乌鸦窝方向逃去 听到这里 杰洛特顿时就起了杀行 但三姐妹却悄然消失在了迷雾之中 随后杰洛特返回乌鸦窝 将妻子安娜的下落告知了男爵 而男爵也信守承诺 讲述了西里来到这里的前因后果 在逃离驼背泥沼后 西里便来到了男爵的家中 或许是西里让男爵想到了自己的女儿 因此他收留了西里 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 对他侍如己出 甚至还将自己的爱马送给了西里 但因为一次意外 男爵被一只石化蜥蜴抓到了高塔之上 西里为了救他 只能动用了自己飞雷神一般的特殊能力 导致自己暴露了行踪 所以西里只能在狂烈抵达之前 离开威伦这片无人之地 前往自由之城诺维格瑞 看来西里极有可能就在诺维格瑞 杰洛特本打算立即动身 但自知手里已经没有交易筹码的男爵 只能希望杰洛特能够陪他 一同前去驼被泥沼 救回妻子安娜 在杰洛特看来 他还是挺喜欢这个豪爽的牌友 再加上他并没有亏待西里 杰洛特索性也就答应了下来 这时一只名叫乌玛的机型生物传了进来 就连杰洛特的徽章都在震动 可乌玛明显不是女术士 男爵则说到 乌玛是他从一个石凯利格商人手里打拍赢赖的 不过这种小插曲 杰洛特也并不是很在意 之后男爵召集了高达六人的兵力 声势浩大的重返了驼被泥沼 而男爵的女儿也带着女巫猎人来到了这里 众人齐心协力消灭了临终夫人手下的怪物 可因为之前孤儿被救走 三姐妹就把妻子安娜变成了怪物 尽管杰洛特尽全力解开了部分诅咒 但终究还是无法挽救安娜的性命 一家三口就这样 见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面 一连串的打击 彻底击垮了男爵 他只是默不作声的独自回到了乌鸦窝 当杰洛特再次返回乌鸦窝的时候 这个号称血腥男爵的男人 在失去了生命中所爱的一切后 带着无尽的悲伤与绝望 在乌鸦窝的树上选择了上吊自己 其实杰洛特心中也是无畏杀陈 如果要他两拳相害取其心 那么他宁可都不选 他从未想过救孤而死 安娜会因死而死 也没想过男爵会在离开王岐后 以这样的悲剧收尾 或许很多时候一旦做出决定 是最富裕的城市 诺威格瑞 它不属于任何国家 是一座自由之城 这里看似繁荣昌生 光是打撞的地方都有12个 但实际上这里的各个势力 也是盘根错节暗流涌动 黑帮势力的斯大天王 掌握着城市的命脉 永恒之火教会则控制了城市的信仰 北方的极端国王拉多维德 虽然没有这里的治理权 但他却支持永恒之火教会 迫害那些会魔法的术士 以及非人类种族 所谓的自由 也只不过是人类的自由而已 杰洛特想要取得希里的线索 就得求助城市里的一个女术士 特里斯 相比于耶奈法的成熟气质 特里斯则显得小鸟一人 笑起来也总能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在杰洛特失忆的期间 以专一闻明天下的他 都没能抵抗住特里斯的魅力 最后还是恢复记忆以后 于半年前和特里斯分手 这也导致特里斯和耶奈法 那肩不可摧的闺蜜关系 有了一些瑕疵 而在希里的心中 是个国际大都市 于是他就去商店 办理了无责任贷款 勉强解决了温饱 当杰洛特再次见到这位小情人后 才发现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为城内正在大肆搜捕女术士 饶使特里斯是个术士天才 也还是沦落到了 用法术帮人抓老鼠 以换取报酬的下场 然而意外的是 特里斯并不知道希里的下落 杰洛特也就只能另寻他法 见到曾经的小情人陷入这种窘境 杰洛特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帮助他 其实也不难看出 他们都还爱着彼此 在特里斯的建议下 杰洛特前去找到了一位捕梦师 通过梦境 他发现希里曾去找过 有着匪红复仇者之称的 银游诗人丹德里恩 他也是杰洛特为数不多 且最好的同伴之一 可当杰洛特兴志勃勃的去找他 却只发现了另一个同伴 矮人卓尔坦 丹德里恩则是下落不明 杰洛特只能四处拜访 丹德里恩的红颜知己 其中有洗衣服的阿姨 交出艺人的老师 其装异服的猛男 还有富人家的女佣 甚至不乏贵族的千金 但最后的线索 都指向了一个叫普希拉的女营游诗人 普希拉可谓是美貌与才华并存 她同时也是丹德里恩的真命天女 当晚杰洛特就去参加了普希拉的演出 美妙的歌声不仅让杰洛特陷入回忆 还感动了在场的所有观众 一盏缠绵 忘顾心相明书 四月的心扉 你用爱风扑 这千尘交绝 明渡你我共专属 真心 你怎么尽唐 我预定 我相遇从没想起 鸭鱼类的羞发在梦境中 翻飞似我懒得 也领终埃及 我愿随郎总踏入风暴汹涌 是你真心 哪怕爱成空 即使这颗心 如盼世剑影 我仍拥抱你 无论天寒地一同 演出结束以后 普希拉告知杰洛特 在丹德里恩失踪之前 他与西里曾计划 抢劫当地的四大天王之一 卢文的金库 并且还跑去 另一个天王霍三二世的老巢 大闹了一场 看来想找到丹德里恩 就绕不开当地的黑帮势力 于是杰洛特立即动身 前往了卢文金银的澡堂 此时四大天王 其中的三个都在这里 分别是卢文 坎王 还有乞丐王 他们似乎正在计划 如何除掉最后一个天王霍三二世 卢文这个人也算是杰洛特的老乡士 他本是极端国王拉多维德手下的情报机构首领 曾与自己的情人女书使菲利巴 在瑞达尼亚王国全心朝野 但卢文还是成为了菲利巴的牺牲品 在失去了拉多维德的宠心后 卢文转入地下 成为了一名黑帮老大 而菲利巴则因为乱争 被拉多维德挖去了双眼 成为了一名落魄的女术使 卢文见杰洛特 想要去找自己的死对头霍三二世 于是爽快地说出了霍三二世可能出现的地点 所幸的是卢文并不知道 就是丹德里恩抢劫了他的金库 还表示只要杰洛特愿意帮他调查金库去向 他就帮忙打听丹德里恩的下落 杰洛特也想搞清楚 西里和丹德里恩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经过一番调查得知 他们似乎在抢劫金库以后 半路被女巫猎人手里曼吉给截胡了 于是杰洛特打算 前去女巫猎人营地找曼吉问话 可那里却是戒备森严 恰好担忧杰洛特的特里斯找了过来 于是特里斯决定以身犯险 让杰洛特假装拿自己领赏 以此混进营地之中 尽管这样做会受尽折磨 可为了套出金库和丹德里恩的下落 特里斯觉得吃点苦头也没什么 但杰洛特可无法眼睁睁 看着心爱之人遭受如此痛苦 况且他不吃牛肉 既然无法混进去 那么就只能从正面前入 杰洛特手中的枪口不断喷吐火车 面对如此强大的火力 这些欺软怕硬的女巫猎人 可以说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 女巫猎人手里曼吉 也倒在了一轮一轮的点射之下 在曼吉留下的信件中 他们得知丹德里恩 似乎被女巫猎人关在了某个地方 但具体位置却不清楚 并且金库的财宝也因为曼吉的死 最后不知去想 杰洛特只能舔着脸 把找回的金库钥匙交给了卢文 卢文其实也知道 杰洛特想要隐瞒强劫金库的实作俑者 尽管他的财宝并没有被找回来 但他还是告诉了杰洛特 关于丹德里恩的重要情报 通过卢文提供的线索 他们从曼吉的联络人口中 得知了丹德里恩正被关在神殿岛 如今女巫猎人首领曼吉已死 想要从里面救出丹德里恩 就只能另寻他吧 于是杰洛特将希望寄托在了 霍三二世的身上 一番寻找无果后 杰洛特只能再次厚着脸皮去找卢文 卢文也爽快地提醒了一下杰洛特 那就是杰洛特的老乡使罗奇 应该有办法找到霍三二世 罗奇曾是灭亡的泰摩利亚 蓝衣铁卫指挥官 面对强大的尼弗加德 哪怕是自己的国家灭亡 他也还是通过游击战 以反抗伊弗加德的统治 看在网着的前面上 罗奇戴上杰洛特 前去会见他现在的盟友 正是那个将北方合并的极端国王拉多维德 拉多维德在得知杰洛特的来意后 竟直接说出了霍三二世的下落 霍三本就是他的走狗 如今他觉得霍三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倒不如送给杰洛特做个顺水人情 在拉多维德提供的线索下 杰洛特一路找到了霍三的藏身处 而这里的景象却是惨不忍睹 这个霍三二世 竟然是一个喜欢用变态手段 提击妙龄女子为乐的极端分子 就连一向豪皮气著称的杰洛特 都忍不住对霍三二世展开了极端武打 在杰洛特的一番感化之下 霍三二世终于交代了实行 原来希里和丹德里恩 曾去找过霍三二世 希望他能够帮忙修复一个护服侠 而霍三提出的条件 就是要他们去抢劫卢文的金库 但金库中途却被女巫猎人抢走 霍三气急败坏之下 便抓了希里的朋友变形怪杜独 想要以此为点打圆 希里自然不会抛弃朋友 于是他潜入霍三的宅邸 将杜独解救了出来 面对赶来的霍三手下 希里让杜独变成霍三的模样 先一步离开 他自己则在随后杀了出去 至于希里的下落 霍三却不得而知 在杰洛特眼里 希里就像自己的亲生女儿 而这个霍三竟然对希里产生了歹念 那么他就需要物理超度 安顿好霍三以后 由于之前曼杰的死 导致他们很难将丹德里恩 从神殿岛救出来 于是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利用杜独可以变形的能力 冒充曼杰 将丹德里恩调离至牛宝 他们就可以趁机中途拦截 为了找到失踪的杜独 普希拉策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 并由杰洛特本色出演猎魔人 成功把身性胆小的杜独引了出来 见一切万事俱备 矮人卓尔坦提议 让杜独变成希里的模样 好让这位许久未见女儿的老父亲 看一看女儿长成了什么样 随后杜独使用了变形能力 果然女大十八遍 相信没有人能够拒绝杜独这样的好朋友 计划进行的非常顺利 女无猎人果然出现在了 前往牛宝的路上 杰洛特也终于找到了 这位老朋友丹德里恩 之后根据丹德里恩所说 希里和他在逃出霍桑的宅地后 他们就一路逃往了神殿岛 可在无穷无尽的追兵之下 希里也耗尽了所有体力 就在一个士兵想要射杀希里的时候 丹德里恩想要上前救援 希里见无路可逃 于是再次使用了传送能力 从此他便销声匿迹 而希里想要修复护腹侠 似乎是为了破解一个诅咒 如今威伦和诺维格瑞 都没有了希里的线索 那么杰洛特只能将最后的希望 放在了叶奈法先一步前往的 史凯利格群岛 但临走之前 他还需要帮助小情人特里斯 离开这个对女术是充满恶意的自由之城 特里斯现在过得那是惨不忍睹 只能住在一栋破烂的建筑里 整天忍受着房东夫妻的念叨 他本来可以过得很好 但特里斯想帮助那些法师们逃离这里 所以只能求助于 一位当地的贵族提供资金 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 杰洛特与特里斯 一同前往了贵族的化妆舞会 在舞会上 他们成功得到了贵族的资助 一直紧绷着精神的特里斯 也不由地放松了下来 特里斯也久违地再次发出悦耳的笑声 竟直接倒在了杰洛特的怀中 看着特里斯如车局一般湛蓝的双眼 再加上身后的烟花绽放的浪漫氛围 促使着杰洛特与特里斯再次吻在了一起 二人也不禁重新燃起了情愫 有了逃跑的资金 特里斯得以带着法师们来到了港口 他们也到了不得不分别的时候 在这种离别的氛围下 杰洛特终于对特里斯说出了那三个字 特里斯也被杰洛特的专一所感动 他决定不跟法师们离开 而是留在杰洛特身边 之后二人来到了一处灯塔之上 畅想着他们未来的幸福生活 情到深处的二人打起了桩 灯塔的火光也开始了有节奏的闪烁 而远处的两位航海家沃龙和凤楚 则看着不明所以的灯塔暗号陷入了沉思 在依依不舍的与小情人特里斯分别后 杰洛特得知 丹德里恩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歌舞厅 但却没有启动资金 为了帮助好兄弟发展事业 杰洛特堂堂一位最强烈魔人 竟然沦落到了扮演劫匪 让好兄弟匪洪复仇者 在一位有钱的前女友面前 英雄救美 丹德里恩这才得以借到了启动资金 不久后丹老板的变色龙旅店 也到了开张的日子 但这时普希拉却遭到了 一个连环杀人犯的袭击 不仅被打成了重伤 就连喉咙和食道 也被灌入了腐蚀心液体 这也就意味着普希拉再也无法唱出悦耳的歌声 兼弟妹被人搞成这样 杰洛特立马开始了调查 而这个连环杀人犯 依旧还在嚣张的杀害无辜百姓 经过多番调查和追踪 杰洛特发现这个连环杀人犯 竟然是一只高阶吸血鬼 他这么做的原因 竟然是觉得诺维格瑞是一座堕落之城 所以他要用极端的方式来惊醒世人 杰洛特可不在乎他的梦想 而是将吸血鬼渡去见了佛祖 做完这一切 杰洛特暂时告别好友 乘上了前往史凯利格群岛的帆船 可就在即将抵达的时候 他们却遭到了一群海盗的劫掠 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可随之而来的异上风暴 摧毁了杰洛特乘坐的帆船 万幸的是杰洛特再次醒来后 他已经抵达了史凯利格群岛 由于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让史凯利格有着类似维京人一样的文化 以及淳朴的民风 岛上的居民拿起斧头就是海盗 放下斧头就是渔民 为了尽快找到 先一步来到这里的叶奈法 杰洛特直接给爱马罗伯挂上武挡 驾驶着罗伯风驰电车的来到了港口 恰好此时这里的领主们 正在为死去的国王举办船葬仪式 根据习俗需要有人一同殉葬 但王后却并没有这个打算 最后还是由国王的亲父 与国王的遗体一同飘向了大海 随着领主奎特将带有火焰的箭矢射到船上 亲父陪着国王踏上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而杰洛特也在葬礼上 再次发现了久违的爱人叶奈法 此时什么小情人特里斯 早已被杰洛特抛之脑后 他可是一个专一的男人 葬礼结束后 叶奈法告知杰洛特 岛上的异常魔法爆炸 极有可能和犀利有关 但想要前往爆炸现场 就得经过德鲁伊莫斯萨克的同意 领主奎特也来到了杰洛特面前 再次与相识多年的老友相聚 领主奎特盛情邀请了杰洛特和叶奈法 前去参加国王的守灵宴 在宴会上 小两口找了一个独处的机会 悄悄溜进了德鲁伊的工作室 成功借到了只能用一次的咸味蛇面具 只要有这个面具 就能在爆炸现场 看见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为了感谢杰洛特的陪伴 叶奈法再次拿出了 很久没有用过的独角兽 二人在独角兽背上 痛快地打了一桩 完事之后 小两口再次返回了首灵宴 此时史凯利格也需要选出新的国王 不同于大陆上的世袭制 他们是通过投票来决定王位继承者 就连报名都能找人帮忙 其中的报名者就有前任国王的儿子 以及领主奎特的儿子哈尔玛 还有他的女儿凯瑞斯 事情过后 叶奈法和杰洛特前去找到了领主奎特 希望他能够帮忙向德鲁伊说情 允许二人前去调查魔法爆炸的现场 奎特这个兄弟也确实能处 没有要求任何回报 便答应了这个请求 为了报答领主奎特 杰洛特先是帮助他女儿凯瑞斯 听另外一个领主乌达瑞克 解决了困扰自己多年的怪病 还帮他儿子哈尔玛 猎杀了传说中的寒冰巨人 让兄妹尔人在王位角逐中 获得了极大的优势 可就在奎特为儿女举办的庆功宴上 一群化为巨雄的狂战士 却突然发狂似的冲了进来 导致大部分候选人密桑当场 而奎特家族也莫名其妙的 背上了这口黑锅 不过好在杰洛特与奎特的女儿凯瑞斯 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 原来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正是前任国王的妻子 他如此不择手段 目的就是为了让儿子顺利当上国王 本来杰洛特搜集的证据 并不是很有说服力 可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从不缺席 王后那富有正义感的儿子 觉得母亲的行为让家族蒙羞 所以当场执认了母亲的罪行 领主奎特的女儿凯瑞斯 因此立下大功 就这样成为了史凯利格群岛新的统治者 帮助完老朋友 接下来也该忙正式了 杰洛特与叶奈法 前去找到了德鲁伊莫斯萨克 可就算杰洛特搬出了领主奎特 德鲁伊这个老顽固 也还是不愿放他们过去 殊不知谈笑之间 叶奈法早就悄悄溜到了爆炸现场 并且使用了咸尾蛇面具 见尸已至此 杰洛特只能配合叶奈法 将面具戴上以后 重塑了所有的来龙去脉 原来史凯利格群岛 就是西里最开始出现的地方 与他同行的正式之前那个 为西里留下全息投影的精灵法师 他们在这里遭到了狂烈包围 为了给西里争取逃跑的时间 精灵法师使用了 足以炸毁整座森林的魔法 西里则趁这个机会 逃到了无人之地威伦 在经历了临终夫人和男爵的款待后 他又辗转前往了自由之城诺维格瑞 最后为了躲避女巫猎人的追杀 西里又再次传送回了史凯利格群岛 因为根据德鲁伊所说 在魔法爆炸两周后 狂烈曾去过附近的印达斯费尔岛 得知这个消息 二人立即赶到了这座小岛 通过一番走访调查 他们发现一个叫石凯球的村民 似乎与西里有过接触 当他们找到石凯球的时候 这位村民已经被一头狼人杀死了许久 眼看距离找到西里经一步之遥 燕燃法干脆直接使用了黑魔法 让石凯球短暂的复活了过来 并从其口中知道了当初所发生的事情 石凯球本是一位憨厚老师的村民 突然某一天 精灵法师带着 刚从自由之城逃回来的西里 来到了石凯球的面前 将西里托付给石凯球以后 精灵法师为了引开狂烈士兵 便与西里约定好在某个地方见面 当西里再次醒来后 身旁的人已经变成了 默默守护他好几天的石凯球 在这里石凯球的家人 盛情款待了西里 可就在西里养好伤 准备出发的时候 狂烈也再次追到了这里 许多村民被狂烈士兵无情杀害 石凯球为了护西里周全 没有选择像一位战士那样 与敌人搏斗 而是带着西里 向他与精灵法师 约定好的地方赶去 在与精灵法师会合以后 西里本想回去救石凯球 但精灵法师却让西里昏睡了过去 强行带他离开 石凯球则因为狂烈士兵的攻击陷入昏迷 当他再次醒来 一只从未见过的畸形生物 却出现在了海岸边 就这样为了拯救西里 老实憨厚的石凯球 因为不战而逃的行为 被村民所唾弃 他不仅失去了家人 还成为了村民口中的窝囊废 为了证明自己 他才义无反顾的前去挑战狼人 结果可想而知 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杰洛特猛然想起了 之前在男爵的乌鸦窝 见过的乌玛 而这个乌玛 很有可能就是找到西里的关键 甚至乌玛大概率就是西里 即将动身之前 叶奈法却突然要求杰洛特 陪自己去处理一件事事 原来当初有一只狄精 在叶奈法和杰洛特身上 设下了一种将二人的命运 羁绊在一起的法术 从那之后 他们的宿命 似乎就被牢牢地绑钉在了一起 叶奈法想要知道 如果没了狄精的法术 他们之间的爱情 是否又还能继续下去 于是在二人的努力下 他们捕获了另一只狄精 并要求狄精 解除了上一个狄精设下的法术 可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发生改变 叶奈法对杰洛特的爱意 非但没有丝毫衰减 反而更胜从前 在时间管理大使 杰洛特的三自惊吓 二人的这一次亲疑 仿佛有了初吻一般的感觉 告别爱人叶奈法以后 杰洛特返回了男爵曾经的住处 将乌马抱到了罗伯的马背上 经过一周的长途跋涉 杰洛特终于回到了 猎魔人的要塞凯尔摩汉 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叶奈法也打算 开始解除乌马身上的诅咒 但老猎魔人维瑟米尔 可是将希里当做了 自己的亲孙女一样看待 他不想很有可能 是希里的乌马遭受痛苦 所以决定带着乌马上山 用相对温和一点的方式 解除诅咒 在等待维瑟米尔的漫漫长夜 杰洛特与同为猎魔人的两位兄弟 兰博特与艾斯凯尔 准备在今晚大醉一场 但在之前 杰洛特因叶奈法的要求 花了长达数十秒的时间 打了一桩 完事之后 叶奈法先去休息 杰洛特也得以和兄弟们开始叙旧 那一夜 他们喝得酩酊大醉 为了找几个女术士 加入他们的行列 他们甚至打起了 叶奈法千里劲的主意 三人默契地 换上了夜奈法的衣服 以为这样就能装得像个女术士 谁料他们打开千里劲后 却没有什么女术士 而是一位正在蹲坑的大主角 大主角活了一辈子都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被三个女装大佬围观 还是在自己最脆弱的时候 一夜的闹腾就这样结束 当杰洛特酒醒后才发现 维瑟米尔并没有成功 最后还是只能依靠夜奈法的方法 那就是存活率极地的青草试炼 这种突变是一段极其痛苦的过程 好在依靠着夜奈法的法术 配合之前西里想要修复的护腹侠 他们终于解开了乌玛的诅咒 但乌玛却并不是西里 而是一直在帮助西里的那个精灵法师 他曾是艾恩艾尔精灵族 前任国王的首席顾问 同时也是一位法力高长的精灵贤者 而狂烈也只不过是艾恩艾尔精灵国 手下的一支部队 由于贤者和精灵国的现任国王艾瑞丁 发生过冲突 所以他才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西里 避免他落到现任国王艾瑞丁手里 而狂烈之所以想得到西里 是因为狂烈的世界 正面临来自白霜的威胁 不仅是狂烈的世界 就算是杰洛特所在的世界 终有一天也会出现白霜 只要白霜出现在任何一个世界 那么他就可以在数十年内 将整个星球变成一坨毫无生计的冰块 只有西里体内的上古之血 才能阻止白霜带来的毁灭 并且西里能够随意穿梭维度的能力 也能让狂烈踏入更加广袤的世界 去一趟叶之城都不是不可能 无论如何这位精灵闲者 还是说出了西里的下落 为了避免西里被狂烈发现 他将其藏在了迷雾之岛 可一旦西里离开迷雾之岛 狂烈必然会为虽而至 他们能做的就只有固守在凯尔摩汉要塞 以应对狂烈的猛烈攻势 但仅凭他们几个还远远不够 所以杰洛特必须寻求 当初那些老友的帮助 让他们来到凯尔摩汉 共同抵御狂烈的进攻 矮人卓尔坦表示义不容辞 罗奇作为游击队领袖 本就在与尼弗加德帝国艰难作战 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而施凯利格群岛 领主奎特虽然抽不开身 但他将传家宝东之人送给了杰洛特 他的儿子哈尔玛则会前来助阵 就连德鲁伊莫斯萨克也会全力相助 集结完盟友之后 便是前去接回女儿西里 杰洛特驾驶小船来到了迷雾之岛 在精灵贤者的魔法银火虫指引下 他终于来到了西里所在的小屋外 但门口的异讯矮人 却说西里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 文听此言杰洛特心中犹如泰山压底 犹豫再三之后 他还是推开了房门 屋内的西里就那样静静地躺在那里 看着苦苦寻找的女儿 最终还是离自己而去 脸上很难有感情变化的杰洛特 在这一刻爆发出了 比所有人都要强烈的情感 他紧紧地抱住了女儿冰冷的尸体 痛苦和自责填满了她的内心 但这一切并不会就此结束 原来精灵贤者只是让西里 暂时失去了生命体征 随着西里再次苏醒 妇女二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时光仿佛再次回到了西里小时候 这对历经波折的妇女 终于得以团聚 之后妇女二人聊起了 他们分开这些年所经历的事情 在精灵贤者的帮助下 西里学会了如何掌控自己的力量 贤者还将西里带到了一个 狂烈找不到的世界 根据西里所形容 搞不好他们去的是叶之城 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威的男人 就这样妇女二人回到了凯尔莫汉 西里在见到久威的维瑟米尔老爷子后 也上前与他相拥在了一起 叶奈法也在其后紧碎而至 但特里斯来了以后 叶奈法就玩起了小心思 干嘛 欢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前来住阵的好友 也都纷纷来到了凯尔莫汉 有过艺庄之园的女术士凯拉 也会助他们一臂之力 所有人都在近代狂烈大军的到来 随着气温开始周降 叶奈法撑起了一道笼罩城堡的魔法屏障 以抵御狂烈带来的寒霜 特里斯则在高处提供火力支援 杰洛特与兰博特在森林中正面引敌 每个人都在各司其职 可却还是无法阻止狂烈公主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盟友 尽可能在与狂烈的决战中 占据更多优势 而在进行最后的准备期间 西里因为老爷子的死 情绪非常的不安和急躁 好在作为一个老父亲的杰洛特 总是能找到办法 逗得女儿开怀大笑 西里也因此重新振作了起来 尽管如此 西里可没有忘记替老爷子报仇 杰洛特对此自然是义不容辞 于是他和西里悄悄地 前往了威伦的突树山 因为临终夫人三姐妹 将要在这里举办宴会 而临终夫人其实就是狂烈的走狗 杀死维瑟米尔的狂烈大将伊勒瑞斯 也会出现在宴会之上 妇女二人分工明确 西里前去找到了临终夫人 结果可想而知 论单挑杰洛特至今难逢敌手 在用法印让狂烈大将感受痛苦之后 杰洛特拿起大将的武器 终于替维瑟米尔报了仇 之后妇女二人重新回到了自由之城 特里斯和耶奈法 早就先一步来到了这里 开始召集女术士集会所的人成为盟友 在这期间 杰洛特前去卢文的澡堂 救出了女术士集会所的创立者之一 菲利巴 为决战狂烈增添了一丝希望 但卢文却不会让他们就这样离开 因为卢文与菲利巴 都曾在极端国王拉多维德手下做事 可因为政治野心 卢文成为了菲利巴的牺牲品 然而菲利巴最后也还是因为摄政 被拉多维德挖去了双眼 就在卢文想要算救账的时候 杰洛特巧妙地化解了冲突 因为卢文正在计划刺杀极端国王 能够将他引出来的人 就只有极端国王恨之入骨的女术士菲利巴 所以他们打算利用菲利巴作为诱饵 将极端国王从战舰上引出来 就连游击队长罗契也参与了此次行动 在他们的诱惑下 极端国王终于被引了出来 而菲利巴则爆了挖眼之仇 这位将北方整合成极端之国 并残害法师和非人类种族的极端国王 就这样横死在了街头 在随后的庆功宴上 罗契表示属于泰摩利亚游击队的战争结束了 他们与尼弗加德帝王恩西尔达成了协议 只要除掉极端国王 那么恩西尔就会从泰摩利亚车军 杰洛特不可能抛弃兄弟罗契 所以他只能含泪与卢恩一刀两断 之后的时间里 杰洛特找到了更多女术士盟友 徽章都快真烂了 而精灵贤者为了确保他们有足够的优势 决定策反狂猎之王艾瑞丁手下的另一名大将盖尔 因为艾瑞丁是毒杀了前任国王才得以上位 而狂猎大将盖尔则对前任国王忠心耿耿 只要精灵贤者告诉他真相 那么他一定不会再为艾瑞丁效力 为了前往精灵贤者的世界 杰洛特随精灵贤者一起穿过隐藏通道 来到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世界 这些世界要么是因为太过古老 导致原本的海洋资源枯竭 最终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沙漠 要么是经历白霜之后 成为了一颗毫无生计的寒冷星球 琳琅满目的世界 让走南闯北多年的杰洛特也唏嘘不已 经过了多次的穿越 他们终于来到了精灵贤者的世界 此时狂猎大将盖尔正在为情人画着肖像 在明白了他们的来意后 对前任国王忠心耿耿的盖尔 也想知道背后的真相 于是盖尔决定和他们走一趟 而盖尔为情人留下的话 则彰显了他抽象派的品位 在补梦师的帮助下 盖尔得以通过梦境 看到了艾瑞丁毒杀前任国王的画面 沉思片刻后 盖尔告诉杰洛特等人 让他们去史凯利格群岛寻找太阳石 用太阳石召唤狂猎的末日之船 狂猎之王艾瑞丁也会随之现身 届时盖尔将不会派兵支援艾瑞丁 如今万事俱备 众人也即将再次前往史凯利格 可就在出发之前 爱人叶奈法和小情人特利斯 竟然同时找上了杰洛特 他们奇迹般的想在决战之前 与杰洛特度过剩下的打桩时光 还是三个人一起 约定好了在旅馆见面后 叶奈法和特利斯先一步离开 杰洛特心里自然是乐开了花 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在落日的余会下 杰洛特轻装上阵 他不顾一切的向着旅馆奔去 来到门口以后 杰洛特看向自己准备了好久 安抚了一下胸前震动的徽章 红着脸推开了房门 此时叶奈法和特利斯早已准备就绪 下一刻杰洛特就被靠在了床上 还在期待下一步的他 殊不知已经为自己的花心付出了代价 两个女人都对杰洛特死了心 杰洛特就这样被靠了一整夜 直到第二天 丹德里恩才进来为他解开了束缚 期间还在忍受丹大师的嘲讽 经过这一段小插曲 众人乘船再次来到了石凯利格群岛 事不宜迟 在杰洛特前去拿到太阳石之后 精灵险者便利用太阳石 开始召唤狂烈的末日之船 随着一阵白光闪过 狂烈带来的寒霜逐渐冰冻了海面 叶奈法在众多女术士的帮助下 一同抵御住了寒霜的侵袭 恩希尔也自然不会任由亲生女儿被狂烈抓走 伊夫加德舰队率先冲向末日之船 而杰洛特也来到了附近 可狂烈的另一名大将卡兰希尔 却释放魔法冻结了周围的一切 希尼可不愿就这样坐以待毙 他用自己的能力 独自一人杀到了狂烈大将面前 希尼拼尽了全力 才勉强记碎了大将的法杖 虽然自己身负重伤 但好歹也算是破除了冰冻魔法 剑女儿陷入生命危险 杰洛特强行挣脱束缚 与狂烈大将战斗在了一起 杰洛特不断扣动手中的扳机 强大的火力倾斜在了大家身上 这位大将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倒在了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下 当杰洛特结束战斗 末日之船已经来到了希里的面前 千军一发的时刻 领主奎特驾驶沾船 直接对着狂烈的战舰贴脸开打 双方一瞬间就开始了白刃斩 杰洛特趁此机会赶紧登船 当他来到甲板上的时候 总是不求回报 帮助自己的领主奎特 也倒在了狂烈之王的剑下 见自己的亲友一个接一个被狂烈杀死 杰洛特心中爆发出了滔天的杀意 为此他不惜使用了自己最强的一招 拜年剑法 狂烈之王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招式 只能在杰洛特的一生生七年快乐之下 满怀不甘地倒在了战场之上 但这一切却并未就此结束 精灵贤者竟然趁机利用岛上的高塔 打开了世界之间的大门 导致第二次天球交会出现 诸多世界将会彼此连接 许多未知生物甚至是精灵族 都能借此机会来到这个世界 意识到情况不妙 杰洛特立即赶到了高塔 发现精灵贤者正在启动大门 既然这样 杰洛特也不得不起了杀心 和精灵贤者却扔掉了手中的武器 希里则从一旁走了出来 原来是他请求贤者这样做的 因为希里明白 白霜早晚会降临这个世界 他不愿看到自己的亲人朋友就这样死去 所以他要利用体内的上骨之血 前去阻止这场浩劫 面对老父亲杰洛特的苦苦晚了 希里毅然决然地进入了传送门 伤心的时候 给予他最大程度的安慰 一段时间过后 杰洛特再次回到了白果园 天边的火烧云将周围的草木硬得通红 杰洛特请了一位老师傅 打造了一把轻盈且锋利的剑 并将燕子铭刻在了剑身之上 随后杰洛特将这把剑 送给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希里 原来希里实在舍不得老父亲 阻止了白霜之后 他又再次回到了杰洛特身边 希里也将作为一名猎魔人 与父亲杰洛特从此浪迹天涯 泰莫里亚重新复国 而史凯利格群岛 在领主奎特的女儿凯瑞斯带领下 不再以劫掠他国为生 而是以和平的方式 让他的子民繁荣昌盛 在希里成为猎魔人以后 杰洛特将自己的毕生所学 都传授给了希里 父女二人分道扬镳 希里这个女猎魔人也很快名扬天下 至于杰洛特 还是像往常一样 有上一桩没下一桩 整天过着靠结委托狐口的日子 他偶尔也会去找丹德里人喝一杯 想象着如果当初做了不同的决定 那么又会是怎样一副场景 而这些就需要玩家们自己去探索了 本期视频是狂魔目前讲过最长的一期视频 文案都写到了16000多字 做的实在不容易 也希望看到这里的观众 能够留下一个点赞或者关注 狂魔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我是修编狂魔 咱们下期再见